好,基本上所有戰車 都會回到自己應該起步的位置 基本上都會回到自己 看看投車,欣卓位是排頭位 勒特匯位是第二 陳文偉位是第三 看看他們起步時的爭奪 看看後面的旗手,沒錯 綠色的旗仔揮動 大會就可以開始紅燈預備式了 好,起步了 暫時來說,兩目標誌都起得很順利 欣卓位率先帶出 接著就有拿大活 也看到陳文偉也跟著 海拳也不錯 寧願保持第四位 有機會抽頭 一堆車準備到東方灣 看到曹健新的車起步是不錯的 曹健坤還排在第八位起步 現在應該也上到第五位 好,總之,東方灣暫時也很順利 看看曹健灣的情況如何 欣卓位仍然領先 接著就看到… 曹健坤已經抽出來了 有機會上第三位嗎 上了第三位,曹健坤上了第三位 頭三位也是三位的標誌 路逐逐已經過了曹健灣 何偉權進曹健灣有一點落差 被人前後的車蓋過來了 對,那邊六項偉權失去幾個位置 目前連領先的三輛車都是標誌 只不過第三位是曹健坤上了 陳文偉在第四位,第五位是梁之健 上路的拿大活追著欣卓位 兩輛車的顏色很相似 因為是同一輛車隊 看看曹健坤有辦法去挑戰他們 上路的三輛車都黏在一起 會進行12個圈的比賽 其實12個圈對於1.6T組別的戰車 也是一個考驗 看看在這輛12個圈的內容程度如何 速度方面發揮就不錯了 究竟它的內容性 能夠保持12個圈的速度 還有能否順利完成賽事 這個也要看一看 因為始終是第一年在東望陽賽道上 舉行這個組別賽例的比賽 雖然之前在廣東國際賽車場 也進行過一些 例如澳門房車錦標賽 或香港房車錦標賽方面的選拔賽 但始終在東望陽賽道上 而是第一年下場 60號車的盧雄錦標賽 就慢了下來 前輛車已經下來了 準備過第一個圈 這邊出現了意外 對,有車調了頭 可能是5號車的料理家 這邊也看到有少許碎片 看看能否阻礙到 頭二車分別欣賊偉和勒頭活 勒頭活追得欣賊偉很接近 料理家這邊還在調頭 錦標賽車放在發劫灣 現在看到陳文慧過了 曹敬坤上了第三位 三、四位就倒閉了位 現在頭兩車很接近 現在相差只有0.3秒左右 三、四位應該還會變位 曹敬坤又想過陳文慧 為何暫時還未成功 陳文慧已經保持第三位 曹敬坤就下第四位 一、二位仍然是欣卓偉和勒頭活 而且關注松山上路方面的清理情況如何 因為料理家的車和鹿紅標的車 都出現狀況 暫時在第二位仍然有黃旗 所以車手要注意一下 三號車的欣卓偉 近年來都是以熱門車手姿態 角度澳門電信房車杯 曾經在2012賽事中取得過亞軍 去年也很有機會贏冠軍 因為他排位… 看見陳文慧是否有點失誤 沒錯 已經蹦了一蹦 已經蹦了一蹦,很明顯 因為他一直跟曹敬坤 競爭在第三位 曹敬坤就上回第三位 再看一次 就是夾早前的鹿紅標 曹敬坤回到下來 將會完成第二個圈 曹敬坤上屆澳門電信房車杯 就是排頭位出賽 很可惜由於車中途爆胎 影響了他的成績 換完胎後,最後也追不上來 所以失利了 看看今屆的賽事又如何 好,現時的形勢也不錯 一直在領先 而且也拋遠了垃圾的距離 而三、四位之中 陳文慧仍然勾著曹敬坤 剛才是欣俠偉做出一個相當好的時間 2分52秒090 也是現時這場比賽的最快圈速 至於大會做到2分53秒408 換句話說,投移車的距離 已經是1.7秒左右 暫時說,只因卓偉做了2分52分 阿奇的車手都是2分53之後 還是一樣更加 nas 照顧 燃園說是 對價投機 對 現時比賽已經過了兩個圈 標誌仍然表現得很好 第四位都是屬於標誌的車系 第五位是一部Mini 暫時說在欣卓位領先了一段距離 跟欣卓位的距離,上一圈回來有1.7 欣卓位之前看回這個慢鏡 6號車的羅偉奇 發生了一些意外 車也撞爛了 另外這邊是盧鴻彪的車 打了個鑽 1.7號車 幸好有很多大礙 上路看到曹健康是最接近了欣卓 對,但下路後 可能欣卓的車發揮會比較好 待會再看看 陳文蕙仍然在第四位 換句話,標誌的CR2S車款 目前仍然佔據1.2.3、4位 最好的標誌自然是欣卓位的3號車 最好的Mini Cooper和最快的Fiesta是哪一部 以Mini Cooper的車款來說 暫時成績最好的是23號車的梁子健 在第五位 至於福特、Fiesta的車系 暫時以99號車的即殺師 不像最前的,在第11位 至於88號車,何偉拳的車已經不見了 對,自從第一個圈 被別人過頭後就已經不見了 起步的時候,他去到蒲驚灣 已經慢了 慢了 沒錯 整段時間阻礙人 對 整段時間 剛才圈回來後 殷卓位和辣大活之間的距離 已經增加至2.2 而曹敬坤就接近了辣大活 只差0.9 對,為甚麼 因為曹敬坤剛才做出了一件事 全場最快的圈速 2分50秒199 所以曹敬坤明顯是接近了辣大活 相當之快 接近排位賽最快的圈速 排位賽最快的圈速 殷卓位做到2分48秒047 可以的,距離要接近了 曹敬坤也奪開了柴位 現在曹敬坤一直都對辣大活的 對辣大活的私欲很大壓力 但從山上路是哪個難爬頭的 對辣大活的私欲很大壓力 曹敬坤已經幫助隊友 曹敬坤已經在車尾了 兩位都有很有經驗的車手 其中在澳門也參加過相當多的 不同類型的比賽 電單車賽事也贏過 另外也參加過東望洋房車賽 亦參加過亞洲普時捷卡雷拉杯 同時也參加過澳門老車挑戰賽 和連回大中華杯 你看,曹敬坤真的追得很厲害 沒錯,貼著尾巴這麼小 比多拿大,壓力很大 我發現欣翠衛的車是放不掉的 對,放不掉的 三部車現在很接近 很接近 嘴巴沒有貼 下來發覺… 很刺激 欣翠衛似乎 這個圈真的慢了下來 更正,他做出的最佳時間 是2分47分270分4 就是排位賽做出 練習賽做出是2分48分 好,我們看到三部車最近了 對,三部車黏著 下到大直路 應該會有很多精彩的鏡頭 讓我們看到 看看曹敬坤的戰車 在下路方面發揮又如何 因為其實也需要取捨 澳門賽道來說,車的調校 有時車可能調校下路會比較出色 有些可能要上路 因為始終我們都盲釀賽道 下路和上路的分別都非常大 所以其實也很考慮車手和工程師 對這輛車的調校方便如何取捨 選擇性很重要 看看你要上路還是下路 下來下路 似乎勒達會拔開了曹敬坤 但同時他也接近了欣翠衛 曹敬坤剛才圈再做一個 再快點選擇 2分49秒918 同時拿達會也不慢 做到2分49秒999 很接近,所以在車尾 反而欣翠衛在做2分51 所以三輛車的距離很近 拿達會開始度位上爬頭 這個圈還沒得住 欣翠衛也要加把勁 否則他的隊友已經追上來了 目前三輛的標誌大戰 三輛標誌分別有不同地區的車手駕駛 欣翠衛是香港的車手 大戶屬於泰國車手 而曹敬坤屬於澳門的車手 相當精彩,上路三步很近 不足一秒距離而已 看見曹敬坤… 太陽就走開了 太陽就走開了 那大戶層… 糟了… 可以走開嗎 這樣過法 真是史無前類 他也能走開了 對 沒事的 車已經破壞了 不行了 曹敬坤的車也有事了 有事嗎?這樣做法 小心頭彈位也會有影響 又是卓宮廷 因為卓位… 變成…如人得利 對,少了兩位對手 看到後面一直都沒有車 之前可能他也有點擔心 因為他的車慢了 因為看到那大戶 和曹敬坤的圈速的成績越來越快 對 最主要他慢下來 是車的問題 還是他自早放慢 因為… 現在一晚鏡頭重播 推到他整輛橫了 對,對 曹敬坤的車還要繼續走 但明顯車速已經慢了很多 我們也要再看看位置的變動是怎樣 很大機會是被車爆炸 陳文偉已經上來第二位 沒錯 好… 它的輪子這樣出煙法 要不就可能夾著沙板 沙板我想會夾著輪子 對… 但很肯定車速就慢了很多 對,拿大鴿也上來,過了曹建坤 梁子健也跟著拿大鴿之間 曹建坤這輛車應該… 不可以繼續比賽 很可惜 非常可惜… 曹建坤一直由第八位起步 上到頭三位 欣賊的位置,現在很輕鬆 跟第二位的陳文偉 足足10秒以上的距離 沒錯,曹建坤也上了結局 就不能繼續比賽 現在比賽戰程暫時轉催平淡了 原本前三位的車鬥得很激烈 因為29號,但剛才的圈 只做了3分09秒 因為它在海角遊運附近 發生了嚴重的意外 在松山上面 就在這裡了 對 檸南灣之後… 檸南灣,沒錯 但曹建坤過了它之後 也可能太急了 而且乘車可能有些平衡 這件事要出來,繼續換輪 對,工作人員也替車搶修了 沒得欠坐椅子也要出來抖 還有一半的賽程 對,現在還有七個圈的時間 因卓偉現時比較輕鬆 因為最大的兩位對手 都安排發生意外 雖然拿達會繼續比賽 但已經落後很遠 目前看拿達會是否有辦法 追上第二位的陳文偉 不容易 不過達福和陳迷惠之間 也有一段相當的距離 差不多有8秒鐘的時間 也是不容易的 賽事只剩下了一半 回來後,將會完成第六個圈 欣卓偉知道他們之前的碰撞嗎 因為較早前,他看到已經很追貼 我想也看到,因為那時也很接近 也很接近,剛才大家過了這個賽事 欣卓偉,又完成一個圈 比賽已經完成了一半 對,對,對 達福,目前還在第三位 第四位就是梁之健 達福和梁之健的距離也拉遠了一點 本來只是一秒鐘左右的時間 現在差不多有兩秒鐘了 達福和陳迷惠的距離也拉近了一點 只要到六秒鐘而已 達福和梁之健的距離 距離已經達到接近19秒 現在這場賽事的焦點 反而放回欣卓偉 你還沒過頭 你看,越漂亮越來越是一回事 曹敬溫介車又出了 但煙落了整個圈 也拿到追上來,去到那裡 照曹敬溫介車出來的狀況也不好 對,正在出煙 左搖右擺 對,很慢 對,很慢 跟前面六號車,羅惠奇 這兩架車都之前發生意外 追回頭車,三號車的欣卓位 目前他要做 盡量保持車的狀況穩定 而且車胎方面,跟煞車跌別過熱 要順利地跑到餘下的賽事 他就可以成為冠軍 絕對沒錯 因為現在的距離相當遠 只要沒有甚麼閃失 基本上很大機會可以獲冠軍 對,要慢慢保持車輛 12秒,真的要看車子有甚麼事 到後鏡也看不到 阿蘭達胡正在追求陳文偉 但有駛慢車要阻礙他 陳文偉這次表現相當好 以往他在財神酒店 澳門香港負製賽的N2仙組別賽事 通常都是中油分子 但今年轉了1.6T賽例之後 似乎他跟車隊方面 對於賽例的準備都相當好 所以一直都有不錯的表現 其實當然要視乎當場的 對於拚命,總是到處女路 除了這種重點,所以雞前の診斥 都亦發出了信息 對於這個派對公司的 公司的供應有了 也有人說不知 一向他在手上負製中 你隨便說不知 那管是否,習近平 他手上負製中 因為家中和警員都會出現 我們不得了 他不知我我們要求 全率的戲劃的二手上負製中 是一個公司的運動 站不到小椅子,睡不著也沒所謂 其實暫時也落後了很遠 一進去就已經沒得搶了 欣卓偉已經完成了七個圈 跟第二位的陳文偉的距離 已經達到11秒 欣卓偉剛才做的圈速 只是2分56、153 可能他也知道自己有大把握手 所以不需要再推車 對,比陳文偉的距離距離更慢 但也不重要 因為他現在領先11秒 好,目前來說,欣卓偉仍然領先 第二位是陳文偉,第三位是達會 第四位是梁子傑 第五位是袍俊錦 第六位是呂文傑 第七位是呂文輝 第八位是黃敬坤 而第九位是周仲賢 而第十位是華連達 剛才我說的數字是這樣計算 一個圈是追1秒 但其實不是 一個圈追了2秒 現在頭車和二車只差11秒 而陳文偉和律特會只差4.6秒 即是追近了 要追5個圈,每個圈追2秒 追10秒 對,是追到的 數字是這樣計算 沒錯,是追到的 我想肯定是比賽的尾段 呂文傑應該在陳文偉的車尾上 陳文偉和欣俊偉之間 還有11秒的距離 所以暫時在欣俊偉的領先位置 暫時在欣俊偉的領先位置也很穩定 30號的車尾,陳文偉 現時的焦點是看欣俊偉 可否挑戰他 暫時在第二位 因為整場車好像平淡了一樣 因為之前三、四輛車都鬥得難解難分 但現在因為一個碰撞之下 就分散了 還有四個圈而已 這四個圈裡 就看看欣俊偉如何追發 能否把距離越來越縮短 沒錯,縮短了2秒88 即是一個圈真的追到差不多2秒 我跟欣俊偉做出了一個最快的圈速 2分49秒325 5秒? 即是比起之前曹健坤做出來的時間 更加快 跟他試車做出來的時間很接近 但有目標要向前追 相反,欣俊偉又有點留守 因為知道自己已經領先了這麼多距離 雖然前2車的距離縮短至9秒 但9秒也是相當長的時間 變成欣俊偉 其實他領先的位置保持得不錯 正常的情況下,9秒沒得追 所以唯有第三就追第二 沒錯 同時又有欣俊偉很有經驗的車手 所以他也知道這個時候 也不需要過分拼搏 只要維持有上一圈的圈速 其實足以令他可以保持優勢 而贏得健坤 對,他很快就到了車尾 我想現在的距離 只是1秒左右 現在可能1秒不足 而且還沒有 欣俊偉目前仍然未受壓力 欣俊偉這位車手近年 在香港離港 都是一位非常突出的車手 甚至他參加CDCC的中國房車錦標賽 代表長廊福特車隊 也獲得非常理想的成績 曾經先後獲得兩屆年度總冠軍 是非常厲害的 不過可惜在澳門東望洋賽 始終還沒贏過冠軍 所以這次的機會很大 比賽之後只剩了三個多圈 欣俊偉仍然領先的距離很大 相反而三位之間會比較激烈 因為拿達會已經追到陳文偉車尾 有關注一下 2、3位之爭方面 陳文偉和拿達會會否有所執位 沒錯,車尾已經越來越貼近 車尾了,是否射程範圍 這樣是否射程範圍 現在有慢車擋住 慢車擋住 擋住 但兩輛車的距離 不夠一秒… 一定不夠一秒 傳中只差0.7秒而已 剛才的圈速很快 2分49秒325 而陳文偉只做了2分51秒079 所以距離拉得很緊 對,看看過完都方 在澎湯之前 會否向陳文偉作出挑戰 機會很大 這兩、三個圈子 昨天開始風扇了 大拿大會馬上拿到外線過去 已經過頭了… 拿大會一佔據內線 入浦荊灣有問題嗎?沒問題 過得很漂亮 馬上關上線 關上線也很漂亮,沒錯 出彎馬上關上線 果然是泰國車神 對 還有拿大會的車手 來澳門比賽超過20年 所以澳門東漢龍泰道 對他來說 幾乎是主場一樣 加上我們也參加過 很多不同類型的比賽 所以真的… 開哪一款車也這麼快 比電單車和大車 有幾百公里 對 速度不同 又有慢車 像是99號車 即殺師福特戰車 出了故障 應該也有故障 已經打開燈了 如果按照這個位置回到來 標誌的車系佔過1、2、3 對,標誌除了快 內容性也不錯 還不錯 反而很可惜 就是Fiesta車系 這次的比賽成績不太理想 反而Mini也有第四輪 梁芝健的車 第五位 中國車室浦俊 這樣就是標誌的戰車 拿大活的車 通過了三壽車的尋能位置後 相信他又會拔開他的距離 現在看看拿大活和欣翠惠之間的距離 似乎又縮短了 對,起碼先看見他 對,剛才那個圈 拿大活和欣翠惠之間 還有8秒的距離 其實最遠距離程已經去到19秒 其實拿大活追求陳文偉的途中 你其實也追求欣翠惠 對,沒錯 現在還有三點的時間 拿大活的這三個圈 也將距離縮短 另一個問題 欣翠惠和拿大活屬於同一支車隊 即使拿大活追求欣翠惠的身邊 會否作出挑戰 這也是另一個需要關注的 三秒多而已 三秒七而已 但圈數只剩下不太多 上一個圈 拿大活和欣翠惠的圈數的時間相差 是差不多有四秒鐘 為何欣翠惠之間做了2分55秒354 拿大活就2分51秒001 圈數的時間相差 是差不多有四秒鐘 為何欣翠惠之間做了2分55秒354 拿大活就2分51秒001 就是那幾秒鐘 有四秒鐘 沒錯,特活已經… 除了追求欣翠惠之外 這個圈也脫軟了第三位層的位置 還有2分鐘的時間 究竟他能否追求欣翠惠 這就是重點 對,追求欣翠惠會否作出挑戰 始終大家有同一支車隊 當然,欣翠惠本身還在手上也不定 因為欣翠惠的… 始終前列車的距離很大 所以他主要希望中下車 能夠回到終點護城賽事 才是最大的目標 沒錯,其實這幾個圈欣翠惠 只做了2分55秒54秒001 不算很快 對,但這也能養一輛車 我想是相當不猶豫 焦地媽仍然拍攝著牛豆撥 我暫時就在第2位 看他會否在有限的圈數中 可以挑戰欣翠惠 時間真的不多 因為已經去第11個圈 前面有一輛慢車阻礙 但其實除了慢車阻礙外 根本就能看到車尾 就是頂一頂讓他離開 頂一頂 走遠了 似乎這個圈還拉遠了 對 就是因為被慢車頂了 要花點時間去過 可能因翠惠這個時間 這個圈可能會駕駛得快 對,這個圈可能會駕駛得快 因為到後面的人看到他 對,沒錯 最後一圈 沒錯,欣翠惠剛才做了2分50秒 559秒 所以欣翠惠是看著跑的 沒錯 頭盤只是2分51秒 即是距離拉遠了至4.6秒左右 拉遠了1秒 拉遠了1秒 即是欣翠惠的車仍然有 其實一切正常 只不過他真的要保持領先的位置 沒錯 所以剛才的圈是放慢了 真的慢了5秒左右 目前欣翠惠的跌冠機會很大 對,領先對友達會距離有4.96秒 第三位是陳文偉 第四位是梁子健 第五位是蒲俊錦 第六位是呂文傑 第七位是鄭坤 第八位是呂文輝 第九位是周仲賢 第十位是華連達 又沒有看著參賽者 因爺位一直保持得很穩定 基本上從比賽開始到現在 모두是處理領先為止 而且他的跑法亦相之聰明 一直留著一個距離 你比較接近的,我會放遠一點 這樣嗎 絕對是,因為已經有一段帶頭的優勢 綁著車輛才是最重要的 好,到了油運 之後就會到發劫彎 因為桌位基本上可以保持這位置 可以等大匡回來,一起沖線拍照 對,距離明顯真的拉近了一點 拿大匡真的駕駛得很快 對 他幾次都被車頂住了 他也能追上來,喝一口 好,欣卓偉,沒了衝線,挖了衝線 沒錯,格仔奇揮動 卿ности是完全自由繽覺的 這個中央車的決闇 是個部門 純日公央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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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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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T 但我欣賞的位置會鬥一、兩個圈 90歲企業 但是購物 都得了 沒問題 人城,不開拍拓 就得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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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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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